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好友们来到紫游频道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新加坡玉兰湖公园的一颗变废为宝的菇树,希望您喜欢。 大家眼前似曾相识吧? 这是紫游在新加坡玉兰湖公园拍摄的专题18中的木栈道。 今天分享的菇树就在木栈道的西边,也就是屏幕的上方。 这棵树的树干,请你仔细观察一下,跟平常的树有什么不同。 加强光线,增加亮色再看看。 自由清晰小范围图片,朋友能看清吗? 钢筋人造菇树,这树立在狼尾草间的菇树,并不是棵真正的树,而是一棵用回收钢筋打造出来的艺术品。 它就位于新加坡2019年落成开放的玉兰湖花园里之洞。 Société Radio-Canada 钢筋人造菇树,每当打雷下雨天,它还具有避雷针的功能,确保这片区域的安全。晴空万里时,这棵人造树则成为了许多新人拍摄婚纱照和网美打卡的圣地。 周末,傍晚,紫游闲亭信部来到了孤树旁边,拍摄了近景远景,瞻仰她的容貌和风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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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好友们的观看 让我们一起为变费为宝的钢筋人造姑树喝彩 生活很美 我爱你